生活服务类栏目 我是主持人天娜 我是主持人任瑞 好 掌声欢迎今天到场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 天哪 生活太悲惨了 跟你说我们家狗啊得了抑郁症 连带着我呀 也难受啊 这日子没法过了 对对对 回来回来回来 看来这不良的情绪是会传染的是吗 那当然了 跟你说抑郁症呢 抑郁症 你就不算严重的 大家知道吗 不良情绪真的是会让人挺难受 我们通过一段微信 来了解一个故事里的人物 看看他碰到的不良情绪 是怎么样一个反应好不好 还有比我更惨的 有 新华时报曾经报道 曾经有一位姓戴的先生 去所在城市的南城区医院门诊就医时 医生将他的病理号 与一名流性患者填息混淆 使得戴先生的报告单显示 他已经患有癌症的误诊 戴先生得知此消息之后 情绪一度崩溃 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 终日愁眉苦脸 觉得自己命不久矣 身体也日渐消瘦衰弱 并开始准备筹划自己的后事 每天都在等待着 住进棺材的一天 你看了 这个VCR里面的戴先生压力更大吧 是比我惨啊 对 但是我们这种人还有救吗 你别说哦 不是有救没有救的关系 是很多人被误诊 他可能就影响了情绪 可能就会对生命上升的信心 你看都已经准备筹划自己的后事了 这还不是大事情吗 大家想一下 其实不良的情绪对我们影响还挺大的 我们想肥胖会引起三高 对不对 还有呢 不良社会作息会引起其他脏气的疾病 但是我们的不良情绪 会不会引起一些实质性的疾病呢 我们俩都没法回答 所以我们今天请来的这位专家 哎 了不得了 情绪管理大师 对 对我这种人呢 这是要道病除 是 咱们马上请出林海峰老师 我们有请 你好 欢迎林老师 林海峰 国际营养食疗大师 擅长合理饮食健康指导 倡导整体自然医学 被誉为自然之子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情绪对我们会有什么实质性的伤害吗 就会导致免疫力长期低下 这个时候你可以被病毒感染 你可以出现很多的炎症 你甚至可以得癌症 所以国际上把癌症 癌症专门有分类 分类称为什么 这一类人叫做癌症性格 癌症性格 就是容易生气 只要你有这种性格 你得癌症的机率就比任何人都大 那可是性格是天生的吗 就说是不是我出生下来 没有性格是天生 性格全部都是被别人鞭刺压制 然后锤打 怎么硬给弄出来 怎么想来 我们天生是哈哈哈哈 来到人间 然后每天就想玩 就想闹 可是当你玩的时候 有人跟你说不许玩 当你碰的时候 有人跟你说不许碰 你慢慢慢慢 那个所谓的性格就开始变成一个扭曲的情绪表现 情绪实际这两个字是一个文学上的表达方式 那么如果从医学上的专业的表达方式 它是叫做应急反应 应急反应又称为变态反应 所以它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叫做慢性应急 一个叫做急性应急 比如说你突然间摔倒在地上 这个叫做急性应急 如果你突然间很生气 并且一气气了半年一年甚至几十年都在回味的 这个就叫做慢性的应急反应 又称为变态反应 在文学上的表达就叫做情绪 实际上所谓变态反应 就是当你在情绪状态下的时候 你的整个生理状态都处于变态 也就是完全不正常的状态下 那么所谓变态呢 就是指年来血压可能是120稳定的状态 突然之间在应急的时候 一下子上去了 180 200 那高兴的时候我也可以啊 高兴的时候你的血压不会上升多少的 它会在大概130 140就差不多了 可是你如果是吓一跳起来就杀就上去了 这个就叫做急性应急 所以为什么情绪对身体会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呢 因为在人体里面有一个开关 严格来讲我们所有的生理表现都是受开关控制的 举个例子 你的眼睛闭上 这个时候你的眼睛不管是2.0还是1.5都什么也看不到 你必须打开开关打开你才能看到 你的嘴巴必须打开才能够讲话 你要上厕所排尿的时候必须打开排尿才排得出来 你要睡觉的时候必须关闭才能睡得着 那都有个开关 你的每一个脏腑肝脏肾脏心脏所有的部位都有个开关控制 就在我们的体内 对 当你出现应急反应的时候 这个开关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什么个变法呢 我们的身体有两套神经的控制系统 医学上的专业名词一套叫做交感神经 一套叫做副交感神经 交感神经主管你应急的时候的需要 就是你遇到伤害 你看这个原始森林里面 如果一个兔子碰到一只老虎 跑啊 他就必须打开交感神经 交感神经的作用就是让心跳加快 让血压升高 让四肢的血流量增加 啊啊啊啊啊赶快跑啊 所以交感神经是用来战斗或者逃跑的 副交感神经呢 就是那个兔子正在吃草 消化 吸收 甚至在那里生孩子 这个时候是副交感神经在主管的 主管人的细胞的生长修复免疫的防卫系统 这些都跟副交感神经连接在一起 可是身体是一个开关哦 如果交感神经打开 副交感神经就受到抑制 会关闭吗 对 抑制就等于不作用 副交感神经 这个活跃 交感神经就受到抑制 那这个是专业名词 那简单的讲就是你应急的时候 你生气的时候 你的副交感神经被关闭了 被抑制了 等于你的消化被抑制了 吸收功能被抑制了 血液循环功能受抑制了 那么细胞的再生生长的功能也受抑制了 免疫功能也受抑制了 你想想 免疫功能受抑制 你能够生多少种病 好多好多 你的内分泌被打乱了 你能生多少种病 你的消化 吸收 食物 代谢都受到影响 你能生多少种病 其实严格来讲 现在的慢性疾病 有一大部分都是跟这种负面情绪有关系的 也就是说 因为负面情绪文学上叫做情绪 生理上叫做变态应急反应 也就是说我们生一次气会发现 我们的很多东西会流失 免疫系统 你生一次气不只是流失 你其实一生气马上就已经病了 只是你自己觉察不出来 举个例子 你正在喝水 一个水很好的水 你喝吧 你喝到一半的时候 我跟你说 刚才有人在水里吐过一口糖 好恶心啊 你们说不定我是骗你的 可是想一想还是恶心啊 说不定我就是骗你的 但是你这个念头一出现 你的腹胶感神经就被关掉了 你的喝水的那个消化吸收功能就被关掉 你本来是要吸收 但是一关掉就变成要吐了 对 水并没有毒啊 你为什么会吐呢 因为你的生理功能从原来的打开变成关闭 你的脑袋马上封闭一个荷尔门 从原本用于消化吸收 转变于用于战斗 但是老师您刚才说了 您后来告诉我说这个没有人吐痰 但为什么我还是觉得不爽 因为你的念头出现了 你把那个痰变成了一个图像 印到你的脑海 你的脑海里面只要一看到这个图像 就直接接收信息传导到身体里面了 所以身体是很容易被骗的 如果你自己没事互相吓自己啊 然后专门想坏的事情啊 尽管你没遇到坏事 但是你想象的 跟你实际遇到的 你的身体分不出来 可是我们自己应该可以调整 需要一套技术 需要一个认认真真对待生命的一个梳理 我们需要去除的毒素 病毒最最重要的是意识中的错误念头 这些念头导致身体受到很大的损害 就是像我们的坏情绪 会使我们的觉得身体不健康 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不良的情绪 对对对 其实所有不良的情绪都研制一个东西 叫做看法 就是刚才我说你那个杯子里面有一口糖 如果你对糖是没有看法的 你对它没有什么看法 没有敌意 你是有敌意的啦 要让你一时之间没看法很困难 对啊 不过我们如果形容动物的时候 一只狗 它吃到一个很脏的东西 它一点看法都没有 可是我是人啊老师 对你是人 这就是人比动物多出来很多疾病的原因 就是人有太多的是非对错好坏评价 导致了很多很多的杂念 引起了很多很多的情绪 由这些情绪控制了生理的开关 引起了很多很多的生理问题 这些开关我们可以控制吗 控制它首先要控制我们的念头 就是要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这种二维的是非观 好坏观善恶观 我们要对很多的事情改变一个对立的看法 你就不会生气了 举个例子 比如说有人骂我 玩八蛋 你先想 这玩八下蛋其实跟你也没关系 还挺快 这么一讲很欢乐 对吧 但是你为什么要去领奖呢 别人说玩八蛋其实跟你是没任何关系的 但是你要把它变成跟你有关系 你很配合的生气了 下次有人说玩八蛋 你就跟他说几个 可以炒来吃吗 煎蛋还是煮蛋 老师心态好好哦 都要明白了 阿Q就是处理不良情绪的大师 其实呢 你会发现我们所有的看法都是可以转变的 举个例子 现在有人在你身上拉了一抛死 你生气吧 可是他是你刚刚出生的小孩 原谅他 你看 不是原谅他 你会很欢喜的清理掉 其实完全就是个看法 我们对这件事情有看法 这个看法让我们生气 如果我们对人间没有这么多杂乱的看法 我们是接纳的 好的事情我接纳 不好的事情我也接纳 赞美我接纳 批评我也接纳 有人对我误解我也接纳 我接纳并不是代表我就是你说的那个样子 我接纳代表我尊重你说话的权利 我尊重你做出错误判断的权利 不要因为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所以我爸爸妈妈跟我讲话 我就有一个习惯回答他 他不管讲什么 我都跟他说 对对对对对 他不会觉得你在敷衍他吗 他有时候还没讲话 我就先说 对对对 你也太没成功了 所以我讲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发现呢 当我讲话的时候 他不自觉的也说 对对对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 会有一些就是好的方法来应对 情绪不外乎来自于三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来自于意外的事件 就是我原来希望是这个样子 结果出现了意外 我原来希望生子 后来生别人没生我 原来我希望跟他恋爱 白头偕老 不过头发还没白就已经分手 那有一个女孩子就跟我说 他跟我承诺 他要跟我白头偕老 结果现在什么 头发还没白就分手 他就很生气 我就跟他说 这只代表 他对自己的承诺把握不清楚 而你对他承诺的能力理解也不清楚 就是这么样一件事情 不要把它放大 被你这么一讲好轻松哦 失恋变得好无所谓哦 对 其实有人跟你说 我想终身爱你 他只是个愿望 不是个承诺 你自己把它假想成 他有这种承诺能力 所以许许多多的事情 都是因为我们对他有所求 当我们求而不得 我们就开始生气 对 我觉得老师说的是 很多人的心里话 就是我想要 我没有 我很难过 其实你凭什么一定要有 所以我有几个重要的思维 第一就是 我们这一辈子 其实什么也得不到 你不可能真正得到什么 你得到一个别墅 你住的还是那张船 对吧 别墅总共八房一厅 你总不能半夜 每个房都睡一觉 你那张船不舒服 你的别墅再大也不舒服 你那张船就算 全世界最美的船 你睡不着还是睡不着 对哦 也不过是有机会摸一摸 享受片刻 并不能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 相反的 你真的拥有一个别墅 还搞不清楚 是他照顾你 还是你照顾他了 对吧 同样的 拥有一辆车子 表面上是拥有它 但车子并不听你的话 它要坏掉 它要老化 它要有什么问题 是它自己的事情 它并不能听你的话 你爱上你的老婆 你的老婆 不管你多爱她 她如何衰老 她如何成长 如何睡眠 如何上厕所 没有一件事情是拼你的 其实呢 你只能够有机会 跟她一起去经历 但你是无法占有她的 所以任何一个人生气 都是因为 他认为有些事情 是理所当然 理所当然属于她的 理所当然应该如何 所以我经常讲 只要你记得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事情是应该的 第一个是包容 第二个是 不要认为 所有都是应该的 对 所有的事情 好事情 都是争取来的 对吧 所有的坏事情 恰恰的 都有可能是 应该的 你不要老想着 是不应该有坏事情 上帝不会特地照顾你 你也不是有多少的 了不起的 这个家私背景 或者对人类的贡献 你凭什么上天 就不应该让你 出一点麻烦 遇到点挫折 现代人啊 生活里都有很多的烦恼 对 咱们不如问一问 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 这个生活里 你能觉得压力大不大 压力来自哪 压力大 为什么 目前对我的压力呢 是对于我的孩子 因为我只有一个女儿 我非常爱她 然后呢 那我努力的工作呀 我精致的生活 都是为了她 那现在 女儿越来越大了 有自己的主见了 那么 在很多问题上 我们俩的观点就不一样 就会发生争执 会生气啊 对 就会生气 有的时候可能会说一些过激的话 这样就很影响情绪 然后会 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 这个平复 那么一次一次这样的话 我想肯定会影响自己 也会影响我们的关系 那林老师能不能 有什么很好的这种 帮我们解脱的这种方法 好 好 谢谢阿姨 请坐 谢谢 阿姨非常的真诚 把自己面临的压力 来请教老师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对 对 这个刚才阿姨说的 这是一个沟通的问题 而且不关是他自己 还有女儿自己的心情 对 都会息息相关 在中国可能大部分的家庭 都是如此 每一代的父母亲 都在扮演牺牲的角色 然后都觉得说 自己牺牲了自己很多的东西 他把牺牲当做爱 他觉得自己做了牺牲 所以理所当然就是爱 很多妈妈说话开口都是 我都是为了你 我才这样 对 对不对 我说妈 真的 其实 你说你很爱我 这事情我不好考证 但是有一件事情 你爱我 应该来讲是为了 让我快乐幸福 而不是为了满足你 对吗 如果是为了满足你 那你就是应该是要爱你自己 可是呢 你现在呢 两边都不是 你又不好好爱自己 你又不好好爱我 你现在把管我 占有我 批评我 控制我 当成是爱我 电视机前很多人会因此鼓掌 但是我要站在妈妈的角度说一句了 我可能会说 我怎么会是为了满足我呢 我都是为你好啊 对 我非常同意你说的是为我好 问题是 你真的有能力为我好吗 妈妈这个时候会哭的 总统都没办法有能力帮助他的孩子做总统的 孩子能不能成长能不能成就 是他自己人生的志向和梦想 他来到人间做一回人 好不容易做一回人 你应该让他有机会做自己的那个人 不是做你的那个人 所以你知道父母亲的压力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管了不该管的事情 你知道中国的小孩有多少人在十多岁的时候都有一个梦想 就是想离家出走 我有过 我想说我有过 我有过 想离家出走的原因不是父母亲有多坏 而是呢 其实很爱他们 这个模式出在哪里呢 第一 父母认为自己是个光 比孩子大 孩子理所当然应该听他讲话 所以父母亲不管有文化没文化 都会跟孩子说你要听话 可是我是你父母啊 你是我父母代表你跟我一样是人啊 代表我们彼此之间要尊重啊 代表你那个时代面临的社会问题 跟我这个时代面临的社会问题是不一样的呀 你不可以把你那个时代的价值观 和工作生活态度强加给我呀 等我长大的时候 我要面对的社会跟你当年面对的社会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教我的东西到时候全部过时了 如果我是你的长辈 我现在会心脏病发 好生气哦 对 等你发完之后呢 你就终于明白一个道理说 哎呀 那我不管你了 那就对了 你别管我 你好好管好你自己 做孩子的 一直都希望妈妈爸爸身体健康 你别再操心来爱我了 你好好爱自己吧 你好好爱自己 让自己越来越健康 越来越快乐 活得成为我的榜样 我不自然而然向你学吗 其实林老师呢 说的是一个大家都明白 但是都做不到的道理 对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叫做爱永远是无价的 爸爸妈妈求你别爱我 意思就是你花点时间好好爱自己吧 各方面条件越来越好了 我们有能力活得很好 可是你呢 把那么多的时间浪费在我身上 又搬不上我的忙 自己又很烦 又不把自己养好 照顾好 身体又出问题 我也替你担心 我们俩没事互相担心 都不能正常生活 这不是吃饱撑的吗 真是 所以林老师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爱其实本身是没有错的 只是表达的方式而已 不只是表达方式 中间最重要的是价值观 对他的理解 对价值观就是中国的妇女 没有意识到自己更有价值 其实这样子 我觉得首要一点 就是爸爸妈妈和孩子之间 相互埋怨 生气 甚至一些不和谐的因素 就会降低很多 对 就是不要把家庭 变成是一个上下级关系 应该是一个相互分享 生活经验的方式而已 就是爸爸妈妈说 我今天去打麻将 所以我分享打麻将的经验给你 那个孩子说 如果爸爸妈妈妈 我今天去旅行 就分享去旅行的经验给孩子 孩子说 哇 所以你看 你做的就是孩子的版样 如果你每天活得不快乐 然后你告诉我说 你这样才能幸福 那孩子就说 我就没见过你幸福呀 你还教我怎么幸福 老师可是我觉得 就是做好自己很重要 但是有一种情况 我跟你讲个事情 是真事 就我们隔壁邻居家 有一对夫妻老吵架 然后都是以一个匀速的频率 经常下班回去 已经很辛苦了 吵的那个声音很烦我 我有时候就累嘛 然后就心想说 恨不得呢 你想加入 对 我就很想过去拍他们家门 就说吵什么吵 不知道烦恼人了吗 其实这个时候 我已经生气了 对 以前讲说生活中 不如意的事情 十字八九 对 我后来经过生活的 这种体验之后 慢慢就发明了一些 处理这个疾病的一些 特殊的方法 我有三个很著名的 这个语言 我教会过很多的人 既说很多人 后来就慢慢都 没机会生气了 三句话 第一句话呢 叫做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对 当你不小心摔在地上的时候 你就说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好 躺在那儿 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当你妈妈在那里 唠唠叨叨的时候 你不管生气还是不生气 你先看着她说 啊 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就这事已经发生了 你在想它也没用 有人在那吵架吵得很大声 你准备过去掺一腿的时候 你就先说 哎 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我可不可以过去之后 再说这个 其实说真的 上天不是为你一个人打造的 所以千变万化的世界 有很多有趣的东西 有时候今天你遇到的不幸 说不定明天变成好事情 举个例子 以前深圳有一个演员 他出门的时候 开车翻车 后来死了 这个人名字呢 叫做刘丹 他是演香灰的 香灰 对对对 他那天如果下楼的时候 踩到一个香蕉皮 摔倒 他那天可能就不会死 他如果下楼的时候呢 正好被人呢 转到 然后掉在地上 然后骨头转断了 送医院 他那天可能也不会死 他如果开车的时候 他的车子的轮胎 被人偷走了 他那天也不会死 所以你遇到的不好的事情 你并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是不好的事情 也许在这个事情背后 隐藏着更多 对你有利的事情 所以何必那么着急下结论 所以我鼓励所有的人 不要对发生的事情 轻易下一个判断 不如就说 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学会了吧 这是第一句话 对很好用的 我有一次 被别人狠狠地踩了一脚 他回头这个 他踩我 他还恶狠狠地盯了我一眼 干什么 因为他觉得可能 我脚怎么会出现 在他下面 我看着他 其实我脑袋里面 已经反出来说 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可是他居然回过头来 还想骂我 因为他觉得 我脚怎么骂在他下面 所以看到他 那个面露露 其实一般人可能会觉得 你踩我 你还敢生气 对啊 会生气上去就一圈 可是对我来讲 我觉得我遇到的这个人 这个人 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他就是这个样子的人 好宽容哦 所以我就已经准备接纳他的报分咒语的生气 我就这样笑笑地看着他 他发火的时候呢 我就在辨别他的性格 他发音的音量 他的口音哪里来的 所以我根本就没听懂他想发什么火 因为情况只是他踩了你一脚 别犯大这件事情 情况只是他踩了你一脚 情况只是你碰到了一件东西 情况只是一个玻璃被破了 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他不要把这个事情犯大好多倍 很多人都把自己遇到的事情 放大了好多倍 把不好的事情放大了好多倍 比如说你的女儿不听你话 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这有什么大不了呢 他下一次会听你的话 不见得这一次一定要听 所以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是告诉你 不要把这件事情 上干上线放大好多倍 做起来好难啊 不会努力 只要你天天练 每一天都养成习惯练 出门遇到太阳很大 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太阳变小了 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我去敲敲隔壁的房门说 不要吵了 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这个当然这需要可能 更广泛的人群都能够这样的话 是大家都那么认为才行 对对 如果每个人碰到 其实踩你的人和被踩的人 大家都遇到了麻烦 踩你的人他之所以会发火 是因为他想推卸责任 所以他其实也很难受 你只要看出来这一点 你可以笑笑地看着他到底要怎么狡辩 这是第一句话 你说还有三句话 第二句话其实跟第一句话是连接在一起的 它有着彼此相关联的东西 叫什么 你也不容易啊 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你也不容易啊 你看这么多人你不踩 你就专门踩到我 对吧 聊得这么准 对吧 你也不容易啊 如果跟女儿儿子吵架 老人家跟女儿儿子吵架说 情况就这样子 你也不容易 可能真的吵不起来 你今天回去跟你妈妈说 不管她讲什么 她吵你 她骂你 你跟她说 妈 你也不容易 一定吵不起来了 想想这个孩子被骂成这个样子 妈就跟那个孩子说 孩子你也不容易 对 其实 当你去餐厅 你看到这个菜有时候炒得不好的时候 你想想背后的厨房的厨师坐在那里 他一天到晚可以说暗无天日 偶尔炒出一个不太好吃的菜 坦白讲 真的是叫做你也不容易 其实这个社会上每个人活得都不太容易 如果我们都能够意识到 没有人是专门想来围栏你的 其实是大家都活得不太容易 如果大家都愿意说 你也不容易啊 这彼此都很舒服 对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老师讲的 这个不良情绪真的是自己做出来的病 如果是有这些方法是很好用的 对 还有一句话呢 第三句话就是叫做刚好 这个怎么解释 对 就是你觉得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刚刚好的 就是刚好 就是现在该发生 刚好 比如说你刚好 刚好这个出门钻在的玻璃上 就是刚好 就表示说 我既然钻到了玻璃 表示我下一个麻烦被阻断了 说明我本来可能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麻烦 说不定我出门的时候会出现很大的事情 正好被这个玻璃撞了一下 阻止了我几秒钟 命运的轨迹就在这里改变了 所以叫刚好 所以当我的钱包被人偷了 你就说刚好 说不定我要有另外一件事情发生了 这件事情对我更有价值 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你说刚好 我保证你会感觉到生活越来越好 老师刚才讲了三句话 其实是我们解决这个就是一些家庭不和睦啊 不良情绪的问题 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你也不容易啊 比如说你上电梯 正好电梯人家走了 你就说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如果你遇到塞车 你就说刚好 这下我可以休息一下了 我就可以不要开得这么急 万一这个赚到别人 这个你看我昨天坐飞机来这里做节目 结果飞机延误了 我就说刚好 我现在可以自己坐在那里听听音乐 然后写点文章 最近太忙 做的事情很多 如果他不延误几个小时 我都没时间好好听音乐 没时间好好看一下自己喜欢看的片子 我昨天写了差不多一万多字的一本新书了 还是因为在那边想起来的 所以刚好 真的是刚好啊 又到我们今天让您一直见到的 金龙鱼海洋鱼油条和油 赞助播出的 天天健康天天有礼的环节当中 老师那有没有什么 就很好用的方法 如何合理的就是 有效改善和家人的这种紧张的关系 有一个最好的办法 就是可以让大家的情绪都少一些 幸福感增加一些 那就是好好的把自己的家变成一个窝 怎么变 大多数人的家 尤其是中国人 我觉得那个家都太像是一个大堂 一进门 大的沙发 前面放个电视 然后地板干干净净 墙白白的 然后进到卧室 卧室也是白白的 不知道那个家是用来干嘛 有人就觉得整整齐齐的家都好啊 搞错了 其实家呢 是越乱越好的 老师你这个观点 这妈妈又不高兴了 说出来 妈妈们会很生气 我要告诉你 为什么家是要乱的 因为呢 我们在社会上呢 应付各种压力 一丝不苟 尽量不做错事情 回到家应该干嘛 回到家应该这样 啊 然后学你这样 啊 啊 这个才是家呀 如果回到家还得这样子做 回到家还得认认真真 随时小心谨慎 那这个家就不是用来休息的了 所以家不会脏很干净 但是要有各种各样的色彩 要有随时可以谈 随时可以做 随时可以耍赖 随时可以休息的地方 所以你的家呢 不应该只有白色 你想想 如果你的卧室是这样的蓝色 上面有点星光 你坐在那里 看着看着就会睡着 睡得会很舒服 对不对 像这种沙发 都是属于用来接待客人的沙发 其实现代的中国人 很少有客人到家里 其实你要想办法 在这个沙发之前 前面加个垫 脚垫 随时能够把脚翘起来 翘得越高越好 中国人很多人弄一个书坊 摆着书摆着整整齐齐 那哪是看书的地方 看书的人书坊都是很乱的 对随便抽一本 然后放一边抽一本放一边 对对对 所以家不要要求 非常的整洁 干净 但是呢 其实是可以乱的 我经常讲 家是用来乱来的地方 那跟家人也是乱来的吗 对 家人如果彼此之间 能够乱来 这个家 比如说夫妻两个人 动不动互相欺负 动不动互相捉弄 这两个人的感情 一定很长久 没感情的人是相互都讲道理 相敬如宾 是 我也想到这个 但是相敬如宾的夫妻也有啊 老师 其实相敬如宾呢 是指心中的敬畏 其实夫妻之间呢 真的都是对方的一个感弯 我觉得中国的家庭最要命的 就是回到家里还得一本正经 然后呢 那个夫妻之间动不动就开庭审判 然后呢 研究对方讲错了 还是讲对了 做错了 还是做对了 其实家庭就是用来犯错的 能错到哪里去 就错到哪里去 这又不好了啦 因为呢 这样呢就可以平衡 在外面的压力 紧张 认真 回到家里 就变成了一种 放松 随意 享受 所以为什么大多数人喜欢去度假 而不是住在自己的家里 因为在酒店 东西可以乱扔 被子可以不遮 现在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 不想回家 因为家太干净了 太整洁了 不可以乱来 不可以乱说话 所以只有去找可以乱说话的 酒吧 卡拉OK 才能乱说话 那种地方就变成了 越来生意越好 我讲的东西不是很有道理 但是我讲的东西很真实 当你这个主持人不太像主持人 我不太像嘉宾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很舒服 今天五位幸运观众朋友 您的号码已经出现在我们的屏幕上方了 那么恭喜您 得到我们由金龙玉送出的 意志见脑的海洋游油条和游 一瓶 恭喜各位 我们一起谢谢老师给我们大家的很快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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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